爸爸 我很想你 赶快回来 我爱你 爸爸在大陆跟病魔搏斗 救度国医的詹小妹 只能透过通讯软体 帮她加油打气 求大家帮帮我 爸爸每半年就会回台湾探望家人 还会一起出游 留下一张张满是回忆的照片 但现在爸爸因为心肌梗塞陷入昏迷 只能带着洋气罩躺在病床上 詹小妹看了相当心急 就是她的朋友发讯息说 她的人现在在医院在做抢救 很紧急抢救这样子 詹小妹的父母离异 爸爸常年在大陆工作 她从小就有阿嬷一手带大 虽然阿嬷靠着捡资源回收赚钱养家 但祖孙两人省吃兼用 日子还过得去 但现在大陆的医疗费 十天就将近百万 一家人根本无力负担 又担心爸爸无法受到妥善的治疗 小妹妹的姑姑赶紧上网po文 请求善心人士的帮助 大陆医疗的费用 一天至少都要6到9万块的台币 那突发这样的状况 我们真的是觉得很焦急 因为大陆的医疗 你如果一天欠费 如果说欠费到3万块 他们就会停止药物做治疗 希望大家帮忙把爸爸带回来 家中发生巨变 詹小妹一脸无助 现在只恳求大家能帮帮忙 让爸爸早日康复回家 在李孟章台中报道